在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最难入侵呢 要我说是荷兰 为什么呢 咱先来看看原家的武装力量 现役部队6万人 再加5000个预备衣 拥有总数高达18辆的鲍2坦克 和16架的F35战斗机 年度军费超100亿欧元 是美国的1.33% 所以就这 别急嘛 咱们来预演一下 假如某国打算入侵荷兰 那么将可能发生溢价的情况 数千辆坦克穿过东部边境 进入荷兰 几乎不会遇到任何的抵抗 几个小时之内 整个国家至少已经有一半的面积被占领了 对了 那18辆鲍2呢 鬼知道已经变成哪一堆残害了 当敌人继续前进的时候 唯一能够让他们稍稍停下来的 会是第34自行车骑兵部队的英勇反击了 于是当敌人就快要攻入首都阿姆斯泰丹时 总部里面传出了这样的对话 将军A说 该死 这下我们完蛋了 早知道就应该吸取当初在二战前裁军的惨痛教训嘛 将军B说呢 哎呀 是的啊 但现在这么说已经太晚了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接着两人对视了一下 一起说道 那就按计划进行吧 启动亚特兰第四计划 于是画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由于荷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完全低于海平面的国家 所以只要摧毁各种防洪措施呢 就能够轻松构建起一套有效的防御战略了 你可以夺走我的生命 但是永远别想夺走我们的家园 实际上 荷兰水线早就是一个利用洪水的著名防御公式了 迦勒万河谷 一个本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当陌生的地名 最近却火上了天 我查了一下 迦勒万河谷海拔四千多米 大部分人到了这儿 估计都已经开始高原反应了 而我们战士居然还能够徒手搏斗 着实厉害啊 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钢铁战士 也就是装甲机械化部队 坦克战车火箭炮 要是开到这儿来 也能够气势如虹的打上一架吗 在高原地区战斗车辆会受影响吗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高原环境之所以险恶 是因为这里空气稀薄 低压缺氧 气候寒冷 走夜 温差大 还有紫外线 辐射强烈 风沙 严重等等 听起来就不像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对吧 但对于甚至是没有生命的战车来说 这里也成得上是一个禁区 为什么呢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战车也是需要呼吸的 不管里面装的是柴油发动机 还是汽油发动机 甚至是燃气轮机 它们都叫做内燃机 进入其名 它们都是靠燃烧来驱动的 而燃烧离不开呼吸 为了帮助你理解 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燃烧三角形 或者直白点说 燃烧三要素 分别是燃料热量和氧气 它们缺一不可 在发动机里面 燃料来自加进去的汽油或者柴油 热量来自火化塞的点火 氧气来自吸进去的空气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过程了 在反应室的左边 碳氢化合物 也就是气柴油的真正组成成分 和氧气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经过燃烧后 反应生成右边的水 二氧化碳 或许还有一点点的一氧化碳 同时反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你看 关键就在于燃料和氧气的混合比例了 这个理想的比例数值 在1比15左右 取决于你使用的到底是汽油还是柴油 也就是说 每消耗1克的燃料 就需要15克左右的氧气 才能够充分的燃烧 使输出的效率最大化 这样看起来 你都不好意思说 发动机的油耗有多大了 因为相比起来 它的氧化显然更大 百公里氧化120升 听起来多佳人 好在氧气不要钱 烧了也就烧了吧 但随着海拔的升高 海氧量也越来越低 你想烧那么多 可周围的空气里面 已经没有多少剩下来给你烧了 基本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 海氧量就会下降大约8% 发动机的燃烧开始变得不再充分 实验数据表明 对于自然吸气型的发动机 海拔每上升1000米 功率和扭矩分别都会下降8%到13% 油耗反而会上升6%到9% 这一方面是由于混合器的燃烧不充分造成的 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气压的降低 导致了气缸内充气量的减少 散热性能下降 热复合增加所导致的 它们综合在一起 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动力性能 你想想看 要是把这样的坦克 开到海拔4000多米的加勒万河谷去 它的动力就只剩下平时的一半左右了 还怎么能追着敌人玩个痛快呢 显然是不行的嘛 那该怎么办呢 涡轮增压嘛 涡轮增压里面的风扇 依靠极高的转术 通常要比发动机本身的转术还要高8倍 来将更多的空气泵入发动机里面 更多的空气于是就抵消了养含量的不足 使发动机的功率只会下降3%到5% 尽管还是打了个折 但对作战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来看看它们是怎么在高原上面标坦克的 当然如果你以为高原环境只会影响到 发动机的机动性能的话 那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其实除此之外 发动机的启动性能 发动机的配器系统 冷却系统 润滑系统 都会受到气压下降 温度下降 风沙严重 气候波动等等的影响 还没完哦 车辆的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 制动系统 也会在这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所以跟中国功夫一样 大国的工业水平 当然也是凭实力说话的 我是火箭书 关卓带你一起长见识 终于有新车上市了 我说的是战车 更准确点讲是坦克 德国蓝银金属最新推出的 KF51黑豹 号称是属于未来的 第四代主战坦克了 由于目前只有官方给的 宣传册可以看 那我们就只好先盘盘那些 在纸面上看起来 比较酷炫的数据呗 对了重点看炮塔 因为它的底盘 只是基于豹尔小改了一下 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 你看宣传册上 敲黑板的地方 全都集中在这个上面 我们来挑几个 首先是全新的130毫米滑糖炮了 世界第一毫无疑问 至少在口径上 比其他120毫米的炮 大了一圈 是肉眼可见的杀伤力提升 同时 这枚火炮也是由数字化 加持了的 通过一个所谓的 未来火炮系统 数字和光学的综合信息 将同步显示在车长 和炮手的屏幕前面 让它俩都可以对开火 做出决策 其次估计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 他们终于决定让机器来自动装弹了 20发的备弹量 全都可以通过自动装填机来搞定 同时也能在几个不同的弹种之间 灵活切换 然后你看这个部分 搭载的是一架无人机 它可以随时起飞 把车内的视野带到上帝视角 可以让成员在不冒头的情况下 洞察四周 也能够更好的隐蔽在建筑物的后面 发动视剧外的攻击 可以用无人机自带的7.62毫米遥控机枪 也可以发射坦克上面的 四枚HERO120反坦克导弹 另外一些亮点还包括 屏幕真的很多 基本上你可以把车身想象成是透明的了 只需要三个人就能够操作 而且每个人的前面都是一套 可以完全控制坦克上所有功能的系统了 因此缺了谁也能够由别人顶得上 不过空间其实是够做四个人的 多出来的一个可以是战斗力倍增器吗 不不不 应该是倍增角色 好了 我感兴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漏掉的你来帮我补上呗 虎视坦克上面的主炮 原本就是用来防空的88炮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它被装上坦克后还能再打下飞机吗 当然是可以 它真实的就发生了一次 简直看成航空史和装甲史上的双料气文了 1943年底的东线战场 德军正在从溃败的列宁格勒围困战中撤退 当时负责威其掩护的是第502装甲营 他们装备的大多都是性能强悍的虎视坦克 其中有一辆的指挥官名叫奥托卡利乌斯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坦克王牌 确认击杀的记录超过150辆 胸前别者代表最高荣誉的像素骑士铁十字勋章 然而跟他下一个记录比起来 前面这些似乎都很普通了 为了追击这些落花而逃的德国人 苏联派出了他们的杀手锏 一流声IL-2对地攻击机 带足炮弹挂上炸弹 甚至插上火箭弹 发动一波又一波不间断的攻击了 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干 因为这架飞机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算上民用飞机 它也是整个航空史上产量最多的飞机之一了 而且不光多还真的是很好用 能装大量的弹药不缩 其正面还覆盖着一块完整的装甲 在俯冲攻击时就给了飞行员极大的安全感 让它成为了公认的二战旗舰最好的对地攻击机了 你想在这种来自空中的强大压制面前 德军的撤退有多艰难 地上的老虎再是王者 他也管不到填上去 奥托尤为沮丧 虽然IRR不管用什么弹药都是打不穿他的坦克的 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在这种攻击下 被迫说在装甲里面几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既帮不了被痛咒的其他单位 也无法为自己加油和补给 当然也更加不可能伸头出去 用防空机枪少几架敌机下来了 你应该还没有忘记我们刚才说的 IRR的头上是有装甲的 机枪赖合不了他 但是他发射的机炮 分分钟就能灭了任何敢冒头出来的坦克手了 怎么办呢 在这个区域 德军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难道就认着苏军的飞机欺负吗 奥托再也忍不下去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逐渐就在他的脑中成型了 用坦克炮来打飞机 没错 尽管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虎式的主炮原本就是防空用的88炮 但是第一 虎式里面没有一方是高射炮弹 第二 他的设计系统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高速移动的物体而设计的 是无法设置向防空炮里面的瞄准提前量的 实在是要打 顶多只能去蒙了 蒙就蒙 奥托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的炮手尽管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决定活出去 跟着感觉走一把 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唯一的优势 那就是掌握了苏联飞机的进攻节奏 提前摆好驾驶 在新一波飞机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 朝着他们开出了一炮 第一发没有打中 但奥托并没有放弃 而是指挥炮手重新装弹 再次通过声音判断出正在激进的敌机后 开了第二炮 这一次炮弹穿过了一架L2的机翼 丢掉一半翅膀的飞机 于是冒着龙烟一头就载到了冰冻的土地上 穿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所有人都看待了 只有奥托的车内响起了一片欢呼 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坦克炮打下了一架飞机